Bismillah, Alhamdulillah, As-salatu wassalamu al-rasulillah Akhazhnafiddaqsa al-mahadhi, walillah, Alhamdul minna, Al-Islam Nam 凭博辞、横辞的阿拉之名 感赞天往众世界的阿拉 愿阿拉赐富安于最尊贵的先知和使者 我们的先知人穆罕默德及其家族 远于追随者 上节课我们学习到了关于什么是Islam 我们解释了什么是Islam 我们学习到了关于Islam宗教的三个等级 这节课我们学习宗教的三个等级的第一等级 什么是Islam 这节课我们当然要学习到Islam的要素 第一要素 作证 绝无应受崇拜者指出善拉 作证 穆罕默德 善安拉的奴仆 善安拉的使者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一个人念了作证言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作证 就应受崇拜者之说安拉 作证 穆罕默德 杀安拉的奴仆 杀安拉的使者 但是他不知道 他的意义 只是念了 不知道他的意思 意义 他不会受益 这就是我们的首先要学习到的 他包含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 也就是两个重要的支柱 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 安拉以外没有应受崇拜者 所有安拉以外的受拜者 都是无效的 无意义的 虚妄的 第二个支柱 也就是第二个方面 要肯定 安拉是应受 独一应受崇拜的 这两个支柱 第一个支柱 否定了所有安拉以外的 一切的受拜性 第二个支柱 要知道 要肯定 安拉是独一应受崇拜的 所有对安拉以外者的 崇拜都是虚妄的 这是作证言的第一部分 崇拜独一的安拉 否定安拉以外的 一切的受拜 第二部分是 我们作证 穆哈尔默德 是安拉的奴仆 是安拉的使者 阿بد 什么意思呢 有些人认为 阿بد就是奴隶的 奴隶的意思 能够 奴隶也就是 能够把这个人 能够买卖的奴隶 有人把它理解成这个意思 这种理解是 重大的错误 阿بد的意思 阿بد的真正的意义 也就是我们经常翻译成奴仆 的真正的意义 阿بد的真正意义 是指我们的使者 没有像安拉那样的受拜性 不是和安拉同等的 他是一个人没有受拜性 如果一个人对使者 穆哈尔默德 有任何的崇拜 那么他的 讨厌的都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再有一点应当注意的是 就是我们一个人要崇拜阿拉 他必须要追随 阿拉所派遣的使者 所命令的 孙奈那样 去崇拜阿拉 也就是遵循阿拉的命令 遵守孙奈 去崇拜阿拉 他不是受败者 如果有人认为 穆哈尔默德 要安拉赐 赐予他福安 有受拜性 那么这个人 不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 我们必须要知道 安拉的使者 穆哈尔默德 他不是受败的 他不是受败的 而且我们还要知道 他所传达的盛行 是我们需要遵循的 他不是一个说谎者 他是诚实地传达了 阿拉的启示 再强调一下 他是穆哈尔默德 是阿拉的 是阿拉的仆人 是阿拉的奴仆 不是受败者 一个人要崇拜 独一的阿拉 必须要遵循 阿拉所派遣的使者 也就是遵循圣行 来崇拜阿拉 按照阿拉所命令的方式 去崇拜阿拉 我们作证 阿拉派遣了使者 这就是第一要素 伊斯兰五个要素的 第一个要素 第二个要素是 立行拜公 没有说拜公 而是说立行拜公 为什么 之所以说立行拜公 我们就是要强调 我们去用自己的行为 来崇拜阿拉 来面对阿拉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 如何去礼拜 第三项 为什么我们要说 而没有单独地说 克施 要表达的是 必须要执行 克施 也就是要把克施 拿来 从应当教克施的人那里 拿来相应的份额 在确定的时间 来交给八种应得克施的人 之后 第四项要素 就是来封 哈马朵月的斋 第五项 就是对于有能力的人 要去朝进 那儿 那儿 والله 阿拉 祝福 祝福 有能力的人 对于有能力的人 第二项要素 是 有能力的人 在一起